眼前的黑不是黑,酒驾,性骚扰,善兵!这些年有红转黑的韩星。 Images Source,香港01! RSCM! Xeris! K! POP! 从人人爱到人人黑。 竞争激烈的韩国演艺圈里,要红已是不容易,从天堂坠落地狱却是瞬间的事。 但是,在很重道德标准的韩国,只要书包就会被电脑翻,被冷冻反省是小,最惨的可能是演艺生涯权。 DAV网络温度即针对2017年以来初暴黑掉的韩星进行调查,透过CAPRO网络大数据关键引擎调查他们目前的人气,网络声量,极好感度,正复口卑鄙,进行综合分析,看看事件发生后台湾网友对他们到底还挺不挺。 某时,刘亚人,关键事件,复检期间皆喜躁批闪兵。 在韩国有没有当兵这是特别严重,即使像当兵时膝盖受伤提前退伍的崔振鹤,也在低调过完剩下的一期后才接细复出,但刘亚人却惨了这个国民大雷。 其实他因为罹患良性股瘤经过三次复检都判赞款服役,不过他在第四次复检期间接下新剧芝加哥打自己,被韩国网友认为是不是由一扇兵遭麻烦,虽然最后在第五次的提检后确认免疫,但在不少网友心中已经先黑了。 某九 吴达树 关键事件,遭提傲性侵女性,坦诚却有此事,重新坐下车。 包括原罪犯,骇人怪物,七号房的礼物,辩护人等,吴达树可以说是韩国影坛的经典律页之一,但大家可能现在对他的唯一印象剩下《骇与神童行2》重拍的人。 今年2月,吴达树被控诉20年前曾意图性亲女演员,事后毫无悔意地道歉让她被网友缴翻,造就杀青的《雨神童行2》在日前宣布由演员赵汉哲取代吴达树角色进行重拍,预计光是重拍就得烧掉3000万台币。 某八,强人,关键事件,二度酒驾,去年11月在爆酒后殴打女友闹上警局。 在2009年便因酒驾而入5B风波的SuperJonia成员强人,在退伍后数次酒后窗户,包括2006年5月2度酒驾,2017年11月因酒后对女友动粗闹进警局,就连SJ的粉丝们也都难以容忍高喊要求强人退团。 虽然经纪公司为对她开炸弹暂停演绎活动仍问题摆出的她,到底网友能不能原谅她,还有没有重返萤光目前的一天都是未知数? 某期 T.O.P. 关键事件 福利期间遭报曾吸食大麻 一度服用镇定计过量送医 南韩天团BigFung现在除了盲内胜利外全当兵去了,本来带头的大哥T.O.P.形象良好,还担任一警职务,却在去年6月爆出呼拿丑闻,虽然是入伍前的事,但形象大损还被踢出一警队。 隔几天就精传她因服用镇定计过量昏迷送医,人是就回来了但不少网友仍然不谅解她,胜利上节目时聊到BigFung成员,只有T.O.P. 其意的是意图全被谐音的时她取代,可以说是新一代不能说出名字的那个人了。 某6.朴友天 关键事件,被四女指控性侵,自暴江山昏却又闪电闹分手。 既朴友天的性侵丑闻,最近当兵中的金俊修报处欠缴高额见报废,最近可说是流年不利。 一连被四名女子控诉性侵的朴友天,在被判不起诉后反告其中一女诬告,去年9月二审该女获判无罪,真想为何令人物理看花。 令粉丝更加不解的是,闪电宣布昏讯,公开晒恩爱又分手到底是在演哪出? 最近她在东京见面会上向粉丝喊话,除了你们没有别人挽回流失的人气,可惜从好感度来看显然台湾网友不买掌。 某五 崔始源 关键事件,爱犬为戏狗炼咬伤人引发管教不当质疑。 其实这起事件严格说起来不是始源的错,事件是因为始源家中的斗牛犬因为煤气狗炼咬伤邻居,伤者送医后因败血症不治,最初大家将矛头指向是遭咬伤所致。 虽然事后燕血报告显示败血症与狗咬的伤口关系不大,但因放羊咬伤人早不是第一桩,不少网友认为始源仍有管教不当的错,日前改版专辑reply宣传照曝光,从始源在照片中入镜可见付出之日近了。 延伸队 延伸阅 SJ天团这些歌在台湾红道报 某四 Mamaoland 关键 关键事件,专辑一天暴冲卖出8000张,被治理灌水冲绑。 因为一首喜马神曲BBOMBBOM爆红,女团Mamaoland最近在荧幕前曝光率大增,不过红的快也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检视。 令他们黑掉的其实不是成员而是公司操作的问题,今年2月是Mamaoland专辑great。 销量某天突然暴增,一天之内销售8000多张,被质疑1月份总共才卖出5000多张,数字太不合理有棍水冲绑之前。 虽然后来公司提出发票等证明反驳,但漏洞百出在网路上虚声一片,事后虽然拿下一位但女孩们领奖时的表情却一点也不开心,显然非常受伤。 某三 郑融和 关键事件 卡国班走后门,遭批是有一级词 善兵 只要提到丁义就是地雷,加上又牵扯上这几年韩国人超讨厉的走后门,过去形象超好的CNBLUE队长郑融和这次可说是彻底黑了。 因为28岁差不多也到了福丁义的年纪,她的一举一动本来就被网友警逼,却在今年1月被踢报位经过正式免试考上庆熙大博士班,加上有人爆料她申请博士班是为了延后入伍,虽然后来郑融和写了亲笔信道歉,但一才就是两颗地雷韩国酸民还不被炸翻。 经纪公司前翠宣布正容和3月入伍,希望透过时间沉淀让粉丝消息。 某2.温柔。关键事件,报夜店对女性深闲诸首。 平常形象越好,一出事对形象的伤害越大。 男团是MV队长温柔去年8月经传在夜店非礼女性,事后对方虽然撤稿,但粉丝心碎难晚多家温柔的韩战宣布关战,而本人直到12月才以一封亲笔信道歉,被认为是为了在演唱会上付出铺路再度引发负评。 过了短短半个月发生成员中炫亲生辞事,成员们为他扶冠出殡成了Shin and E最后一次的完整合体。 面对这样的震撼成员仍含泪进行日本演唱会,用行动怀念已是故人,许多网友也收起酸盐酸语为团员加油打气。 严身阅读,当年十大天团今何在?某一?赖冠林 关键事件,中国台湾挂嘴边 因为同样出生台湾,Warner One成员赖冠林曾被看好是下一个周子鱼,不过在Produce 101拍摄期间便曾因卡片上写著来自中国台湾引发批评,当时有网友以可能韩文不好为他批评。 但他在去年8月上广播节目时亲口说出在中国台湾时,让不少网友大感心寒。 今年2月在韩国颁奖典礼上,周子鱼用中文发表的奖感言感谢粉丝,家人及团员,反观赖冠林却在发表感言时感谢其网易云音乐被网友大酸在韩国领奖,却感谢中国。 言深阅读,Warner One成员人系总排行。 从天堂坠落地狱只要一瞬间,但从地狱要抬回天堂,不只需要耗费时间甚至多数人都没能走出地狱,黄论是重返天堂。 然而还是有人能够从黑豹发亮,西白翻红,去年这三位男星的翻红可以说是最佳证明。 调诗后,为何黑掉,2013年爆出酒后性侵女性。 如何翻红,主演家庭剧《我的黄金光辉人生》收视率破45%。 演出家门的荣光,检察官公主在韩国走红的嫖诗后,2013年爆出酒后性侵女性,后来传闻是买春遭仙人跳,虽然最终双方和解但好形象早已全。 事件后陈前多年,虽一度以邻家英雄付出但收视其烂,去年9月接下《我的黄金光辉人生》时还被酸银公结绝对不看,要器具,但玄计遭超过45%平均收视率打脸,国民男友的形象让他找回全盛时人气。 嫖诗后,为何黑掉,2013年爆出酒后性侵女性。 如何翻红,主演家庭剧《我的黄金光辉人生》收视率破45%。 演出家门的荣光,检察官公主在韩国走红的嫖诗后,2013年爆出酒后性侵女性,后来传闻是买春遭仙人跳,虽然最终双方和解但好形象早已全。 事件后陈前多年,虽一度以邻家英雄付出但收视其烂,去年9月接下《我的黄金光辉人生》时还被酸银公结绝对不看,要器具,但玄计遭超过45%平均收视率打脸,国民男友的形象让他找回全盛时人气。 朱志勋,为何黑掉,2009年英雞使大麻被捕? 如何翻红,饰演韩颖与神童行? 结怨卖 因演出《公野蛮王妃爆红》,本来声势大好的帝朱志勋却在2009年西大麻被捕,经过冷冻,入伍到2011年退伍,退伍后陆续主演多部电影,电视剧,虽然演艺圈爱用它但在网友心中仍然黑得很,前女友V1, 一世家人曾指控被捕的有人引诱西马,直到这一部《与神童行》不但创下韩国观影术第二名,在台湾更写下韩影票房记录,最近她还忙着拍Netflix新韩剧Kingdom呢。 延伸阅读 与神童行八大漏洞抓包媒 分析说明 本研究资料由QIPO大数据关键引擎提供,分析时间范围为2017年3月28日至2018年3月27日,共一年。 系统观测上万个网站频道,包括新闻频道,Facebook,PTT及各大讨论区,部落格等,针对讨论,黑调,翻红韩星,相关文本进行分析,并根据网友就该一题之讨论,作为本分析依据。 本文所调查之结果,非参考投票、民调、网络文卷等资料,名次仅代表网络讨论声量大小,不代表网友正负评价。